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做的这篇三番人物志啊 是一位女性,谁啊,孔四珍 本来呢,这孔四珍的故事啊 我是想留到下一个系列 咱们讲清代公主的时候再细聊 后来一琢磨吧,不得合适 因为呀,这孔四珍压根也没做过公主 至于这坊间传说 孔四珍是唯一一位汉族公主 这个说法啊,我是一直没考证出来 经过多方查阅呀,好不容易有了点眉目 所以呢,今儿在这儿啊,跟您汇报一下 首先说呢,这孔四珍呢,他压根就不是汉人 有清史基础的人啊,都知道 在清朝那碗,汉人跟汉旗啊 他压根就是两码事 汉人呢,就是民人 就是大清国的普通老百姓 汉旗呢,那可是旗人 在理论上啊,这八旗汉军 和八旗满洲,八旗蒙古 都叫做齐人 上下呀,没有区别 也没有谁高谁低之分 听过我八旗建制那个系列的好朋友啊 肯定都知道 这个说法只存在于理论上 实际上八旗汉军 在齐人里啊,还是很受压榨跟排挤的 定南王孔有德 是汉军整红旗 所以说呀,他的女儿孔四珍 那必然也是整红旗汉军 跟老舍和珅,他们呀 都同属一旗之下 所以说这孔四珍呢 他不是汉人女子 他属于啊,八旗汉军 搞清了这一点之后啊 那么咱们就再说说 他身上的另一个谜团 他是不是公主呢 如果您关注孔四珍 翻看很多关于他的文章啊 都会这样写 他呀,是昭圣皇太后的干女儿 所以说呀,被册封为公主 成了顺治皇帝的干妹妹 有人说这昭圣皇太后是谁呀 昭圣皇太后啊 就是孝庄文皇后 据杨世荣所写的三番纪事本末中记载 孔有德唯有一女年时期 易出城 担其走京师枯于朝 世祖连儿养之宫中 到达北京后 孔四珍因年纪尚佑 而被孝庄文皇后在宫中养育 并赐白金万两 遂奉是郡主 那有人就说了 这孔四珍呢 他被封和朔格格 就是郡主的意思 你看他不就是公主吗 这不一样 差太多了这个 按大清定制 皇后之女封为顾伦公主 嫔妃之女 皇后之养女 皆为和朔公主 亲王之嫡女封和朔格格 即郡主的意思 郡王之嫡女封多罗格格 即为宪主 这里边明确的区分了 什么叫做和朔公主 什么叫做和朔格格 所以说这格格跟公主啊 他惹定是不一样的 您瞧了吗 这嫔妃之女和皇后的养女 就叫做和朔公主 显然呢 这孔四珍被封为和朔格格 他不是这个意思 那有人说就没有可能 是因为孔四珍呢 是孝庄的养女才被封为和朔格格吗 用不着 人家爹呀 本来就是亲王 并且这孔四珍是孔有德正妻白氏所生的嫡女 按照大清会典来呀 那本来就得封人家为和朔格格 所以说在册封和朔格格这件事情上啊 这孔四珍一点都没沾着这孝庄文皇后的光 不过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孝庄文皇后确实看中了孔四珍的人品德性 想让这孔四珍进德宫来嫁给自己儿子顺志 可是要不然说的有故事呢 机缘不凑巧 造化弄了人 所以啊 才引出了咱们今天这对孔四珍的 人无志 对喽 咱们今天这对书啊 才开始 故事啊 得从1652年开始说起 那一年啊 是顺治九年 定南王孔有德 驻守在广西的桂林 本来好好的日子呀 祸事来了 南兵大将李丁国 带领着一支骑兵是骑袭广西 攻破了桂林之后 孔有德自尽身亡 全家120余口都死在了乱军当中 唯一逃出来的 就是这只有17岁的独女孔四珍 关于这孔四珍逃出桂林之后啊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呢 是这孔四珍直接单人独计啊 就奔了京城了 把这桂林的消息 汇报给了朝廷 以及顺治皇帝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比较可怜了 说是孔四珍离开桂林之后 并没着急投奔京师 而是在桂林附近隐藏了起来 就混迹在难民当中生活了一年多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是想啊 等到战事稍微平息一点以后 潜回到桂林王府的废墟当中 寻找一下自己父母的遗骸 终于在一年以后 孔有德的部将县国安 大军攻破了桂林 在县国安的主持安排下 孔四珍终于找到了 孔悟德以及两位夫人的遗骸 成练之后 福旧进京 其实孔四珍 他不只有投奔京城 这一条路可以选择 这孔家虽然家破人亡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但是啊 他还有一门甘亲 在幼年之时 这孔四珍呢 认过一位义父 谁呀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 平息王爷乌三桂 不过在这方面上 孔四珍没有过多的犹豫 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 北上进京面圣 孔四珍来到京城是进宫面圣 与顺治皇帝以及满朝文武 诉说了如何成破 自己父亲如何杀身成人的 一系列经过 上至昭圣皇太后 顺治皇帝 下至满朝文武功兴 为此事无不动容 刚才咱们说的这两种可能啊 反正结果呢 都是一个 孔四珍最后是进京面圣了 无非是啊 这个进京的过程当中 有区别而已 不过 不论是哪种传说是成立的 都能印证出 这孔四珍呢 首先有一颗强大的心 其次啊 这身上是必有武功 话说回来了 他爹是统领千军万马 的大元帅 他身上有武功啊 这点一点也不稀奇 顺治皇帝 在北京城的府城门外 给孔偶德建立了衣冠种 至于这里边 有没有这个孔偶德 以及夫人的遗孩啊 这事不好说 总之这孔王坟呢 就在府城门外 是真格的 孝庄文皇后 看着这孔四珍呢 就立刻起了怜爱之心 于是就把孔四珍留在宫中教养 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想把孔四珍留在宫里过几天安闻日子 这事就有点说不通 为什么呀 因为这会儿的孔四珍呢 已然十七岁了 大姑娘了 您要是非得把她留在宫中啊 那就耽误了人家的终身大事了 十七岁在中国古代的女孩啊 那可绝对是大龄青年了 所以说这孔四珍被留在宫中啊 那就是孝庄文皇后给自个儿的儿子顺志预备的 预备的什么呀 妃子呗 这种说法啊 我一直认为是二位和先生在他的小说里编出来的 康熙大帝里啊 对这些事情啊 倒是破费了些笔墨 后来啊 我又看了一本书朝鲜人写的《雁刑记》 这里边啊又提到了这件事 我就更不信了 因为这雁刑记啊 里边有很多诗诗的地方 并且啊夹杂着很多作者的个人情绪在内 在我眼里啊 这雁刑记就只能作为游记笔记来看 根本就不能作为史料 可是后来呢 有朋友告诉我说呀 这种说法你不信还不行 因为在这《清圣祖实录》里啊 也有记载 这没办法呀 要想佐证这件事啊 你只有挨着篇 挨着格子爬实录去 哎 惊着了 还真有 《清圣祖实录》 卷102 这上面啊明确记载着 奉圣母皇太后遇 圣母皇太后啊 就是孝庄文皇后 也就是招圣皇太后 这圣母皇太后啊 是个尊称 就是皇上亲妈的意思 定难武装王女 孔氏 忠勋敌意 殊顺端庄 堪一贵犯 以立为东宫皇妃 而不及赵丽备办遗物 后旨行册封礼 但是啊 当时这顺治皇帝 并没有立刻策封 顺治皇帝给出的理由啊 是因为 和朔乡亲王刚刚去世 宫里边啊 不宜举行大规模的喜事封庆 可是至此 孔思珍策封为妃的事啊 就没有下文了 我们都知道啊 后来这孔思珍 嫁给了孙延龄 这里边的原因呢 也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啊 是这个孔思珍有一次和孝珍文皇后闲谈的时候 这老太后就问 你定没定过亲呢 孔思珍呢 想也没想就直接回答到定过 他说 我父亲手下有一名副将叫孙龙 我呀 幼小的时候 就和孙龙的儿子孙延龄定下过娃娃亲 桂临城破 孙龙和自己的父亲孔耀德一起殉国了 孙延龄在乱军当中也不知所踪没了下落 听到此处我这孝庄文皇后不禁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呀 因为这老太后知道 孙延龄啊 有下落了 没死 现在呀 就在广西前线的军中 你皇上家再豪横 你不能抢人家媳妇不是啊 并且呀 还是自己在前线打仗 臣子的媳妇 于是这件事情啊 就只好作罢 这种说法最大的漏洞 如果孝庄文皇后是这么想的 那么就不会让礼部安排册封孔思真为妃的礼仪 这第二种说法呢 就是这孝庄文皇后啊 压根就知道孔思真与孙延龄定过亲 但是啊 这皇后不管那么许多 一定执意啊 把这自己心爱的姑娘啊 取配给自己的儿子 所以啊 才发现了那篇遗址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 顺治皇帝发现了孔思真与孙延龄定过亲 于是啊 这件事情才作罢不了了之了 这些贴片门的事啊 正史不会记载 不过呢 《验刑记》里啊 是这么写的 而且二月盒的小说 也是遵循着这个思路 这姑娘啊 是一日大 两日大了 所以在局势稍稍安定之后 孙延龄就把孔思真是迎娶过门 这么一娶不要紧啊 孙延龄 小子算是超上了 一下子就成了这大清国的儿妇 连皇上代太后啊 赏赐的嫁妆呢 真是不少 不但如此 孙延龄还被封为世袭一等哈斯尼哈藩 出任广西将军 并且呀 被封为上驻国光禄大夫 他是想尽一切办法哄骗孔思真 把自个儿郡主媳妇的能量开发到了极点 要不就说着人心不足 蛇吞象呢 你老身的当里的广西将军不结了吗 不结 乌三贵一起兵叛乱啊 他跟着响应了 自封安远王投靠了乌三贵 乌三贵知道这孔家呀 和朝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说他压根啊就不放心孙延龄 于是就让自己的唐孙吴世从率领一只巾旅 就在桂林附近时刻观察孙延龄的动向 咱们再说孔思真 这四格子呀 可是不乐意 自己从清朝的郡主 一下子就变成了叛军首领的媳妇 于是呢 连吓唬带红 劝自己的丈夫重新效忠大清 这孙延龄啊本身就是蛇鼠两端举妻不定的人 他一方面投靠了乌三贵 另一方面呢 还时不时的给朝廷写信表忠心 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呀都是迫不得已 可是这事儿啊 让吴世从看破了 就找了个机会把这孙延龄给杀了 并且呀把孔思真的独子也给杀害了 得 这和硕格格呀又成了孤家寡人了 这吴世从啊 他可不敢轻易的就把孔思真处死 因为他清楚 这广西的部队呀 都是老王爷孔有德的部众 在这些人的眼里啊 孙延龄不算个屁 这些将士心里忌惮敬畏的 是孙延龄背后的孔思真 并且他还知道 这孔思真呢 不但是大清国的和硕格格 还是乌三贵的干女儿 论起来呀 他还得管孔思真叫一声大姑 这大姑父啊 是让他给弄死了 这大姑呢 就成了烫手的山芋 他没法打发了 于是啊 不知道是哪个高人给他出主意 他把这孔思真啊 送到了昆明 这一下子 乌三贵手里有孔思真 就能借此胁迫广西的军队 并且他对外宣称 广西的军权仍然在孔思真的手里 一下子和硕格格就成了乌三贵手中的人质 在昆明整整被软禁了八年 直到乌三贵兵败 孔思真这才回到了北京 把手里所谓的兵权交给了朝廷 就在西华门外 朝廷建了一座府邸 把孔思真安排住在了那里 在南北长径的府里啊 孔思真一住就是三十多年 每天唯一打发时间的事啊 就是给死去的新人送经 直到康熙五十二年 孔思真去世 清廷为他举行的隆重的葬礼 有一个传说呀 北京大部分人都相信 他们说这孔思真的坟在哪啊 就在西三环父亲路口的公主坟 那儿啊可是西边的一个大交通枢纽 来过北京的没有几个不知道的 后来经过考证啊 那儿确实埋过两位公主 可是啊都是嘉庆皇帝的女儿 所以说啊这大家推测 孔思真很有可能被埋在了 府城门外的孔王坟 他父亲的身边 就是现在的外交学院所在地 孔思真的故事啊 我就算给您聊完了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到了明天呀 我再给您讲一个三番 人物志 优优独播剧场上最后我会有甚至 注意的福音 发展上最后我会有效果的 比较深刻的 水火 他们进行 你们 perspective 你们潜在